众所周知 最近中国女排在抵达香港之后 竹教练蔡斌接受媒体的采访 郑重向朱婷道歉 并且表示 接下来会尽量安排朱婷多一点首发 带领中国女排争夺奥运门票 从这一点来看 蔡斌的道歉似乎十分诚恳 当然对于有些球迷来说 估计都非常想知道 为什么蔡斌突然会向朱婷道歉 为什么在前面两战比赛 她一直没有听从球迷的安排 这场比赛却突然意识到自身的错误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想要知道答案 不妨看一下 最近国际排联公布的数据 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和和的官媒报道 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众所周知 此次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 意大利女排五个对手 争夺四张奥运门票 目前中国女排排在第三名 从国际排联公布的 最新世界排名数据可以看到 目前中国女排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如果接下来 中国女排在香港站的比赛 再度遭遇惨败 分分钟拿不到奥运门票 所以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 在前面两周比赛 打出一般成绩之后 如今看到最新面临的被动形势 她显然已经意识到 朱婷是中国女排不可或缺的核心 离开了朱婷 中国女排确实很难 在这次世界女排联赛 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斌自然知道 接下来必须重用朱婷 中国女排才能改被动为主动 掌握进入巴黎奥运会的主动权 所以对于教练蔡斌说 此时时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还为时不晚 及时调整 如果能够在香港站的比赛 取得佳绩 中国女排依旧可以有惊无险 拿到奥运会门票 另外一方面 最近国家体育总局 以及官媒新闻晨报的发文 也非常给力 首先国家体育总局 回应了球迷举报蔡斌的具体问题 并且表示 会向中国女排和中国排鞋 相关的机构反映情况 另外一方面 新闻晨报在最近的发文中 点名提到蔡斌 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敢用 不重用朱婷 引发巨大的关注 也许恰恰就是因为 在这些官方机构 以及媒体的催促之下 让蔡斌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终及时纠正她的问题 做好接下来的比赛工作 这一点值得点赞 事实上 不管是主教练蔡斌 还是中国女排的队员 相信大家都希望 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佳绩 虽然此前因为朱婷 和主教练蔡斌的磨合问题 彼此没有太多的了解 导致在战术上出现了问题 还好现在都已经认识到错误 只要接下来 赶紧纠正 在香港站的比赛当中取得佳绩 中国女排同样能够继续 向巴黎奥运会发起冲锋 继续为国争光 而对于球迷来说 既然主教练蔡斌 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接下来有机会 以最强的阵容出战 希望各位球迷 继续支持关注中国女排 期待早日拿到奥运门票 进入巴黎奥运会一雪全尺 请不吝点赞 蝌运会